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朋友可能大连人觉得很好看 结果昨天晚上悄悄声给拆了 没有任何告示 没有说 那有些朋友说 涛哥这到底什么意思 有朋友说挺可惜的 因为看来那东西做得不错 华表是一种标志 是一种象征 它是一种就像人的那种雕像的概念是一样 它代表着一种意志 一种精神 这是华表的概念 那为什么在薄熙来2012年 2013年出世的时候没拆它 而在这个时候拆了 那让我的感觉 就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非常的明确 在2012年 2013年薄熙来已经出世了 那按道理说 他做的东西就应该给他 有些东西就毁了 但是他没毁 原因就是在当时 薄熙来是被以个人的罪名的方式 贪腐之罪拿下来 那薄熙来在当庭进行抗辩 那我们知道最后变成了就像李玉和一样 积累着政治资本 而这一份是最可怕 这一份对于今天的主政者也是最可怕 那中间等了这么长时间 到了北戴河会议期间 就这个时候 2016年 在我的眼睛里是最较劲的时候 却偏偏把它拆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跟大家讲过 薄熙来 徐太后 郭伯雄 苏荣 令计划 这些人都是以个人罪名拿下 最终他们会汇总到江泽民的犯罪集团 那是政治罪 当触及到政治罪的时候 像华表 雕像 什么提字 这一类的东西 一定给他干掉 这是标志 是一种标志了 因为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 任何人 中共上层官员 任何人在北戴河露面 这些人消失了 但不知道去哪了 大家只能说这是北戴河会议 那所以我节目当中说 北戴河会议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他内在的东西可能都改变了 可是这个时间段却有 对吧 在我的眼睛里是说 很可能会兑现 年初的中纪委六中全会的目标 斩掉团团伙伙伙 斩掉山头 以政治罪 政治规矩 政治纪律 那八项中央原则 组织原则 那以这样的罪名 要给拿下去的中共高官 就是江家邦的高官 给戴成一顶大铁帽子 才会出这种现象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分析了 我们看到最新的报道 来自于《征明》杂志的文章题目这么说 北戴河会议没有接班议题 有可能有意外的筹划 他讲说 在此之前曾经一直被讨论的 有关十九大接班问题 恐怕不会在相关的议题中 我早期在节目中跟大家早讲过 对吧 十九大可能已经没有了原来意义的 十九大根本不存在 根本就不存在了 接什么班呢 根本就没有接班这个概念 全废掉 对不对 所有谈接班的 谈论十九大这些 都抱着共产党是万岁的概念 都被共产党洗脑的那种痕迹在头脑中 我个人说不是 什么意思 时辰到了 这人必死无疑 每个人如此 共产党该嘎杯的时候就嘎杯了 证明杂志在八月号的消息讲说 北戴河会议期间将讨论六大主题 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内涵 二十大的接班问题不再讨论内容 而其他海外媒体也提到说 习近平不想在中共十九大上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这都早跟大家分享过了 因为没有什么可讲的 那证明杂志在今年四月号曾经提到说 3月2号政治局通过决议撤销 2012年10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定下的草案 包括撤销隔代任命的相关规定 撤销2012年10月份的决定 否定了谁 否定了江泽民 否定了江泽民 否定了上一届政治局局常委的所有的概念 否定了党 很多人不太愿意认可这概念了 因为如果有些朋友认可了这概念 就等于把他前面分析的东西全错了 习近平在二号的政治局会上 会议上说 通过有关决议是尤尾脱离实际一套 抄前安排固定高层领导班子的程序 后果是出现带病晋升 出现裙带风 帮派派系林立的后遗症代价太重 那今天不就在解决帮派林立 裙带带病晋升 现在北的河会议就在干这事 对吧 把裙子搅了 有没有裤头不知道 裤奔 那裙带关系 好 咱们就话论话 你别跟我较真 帮派派系林立 对不对 有党必有帮派 那是没错的 那是利益的展现 占有的实施的一种固定的手段 想占有东西的时候 没有帮派能成吗 对不对 那一个主的三个帮啊 那没帮那怎么办呢 鸽条单条一个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习近平旁边不是还有李展树跟王岐山 对不对 那山中就只能有一个网啊 不能有那么多 所以你就看了七十块大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东西就很简单了 那这里他说的只不过验证了我们最早 跟大家提到 没了 全没了 如果你说北戴河会议要干嘛 习近平用他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体系 彻底否定中共中央党的系统 在国家体制当中的权利 就这么一句话 请不吝点赚 另外法广登了一篇文章 已经牢牢掌握军权的习近平 今年夏天在北戴河江力求突破 你就看到了 报道很对立的 路透社说军队的军官 有些人反习近平 在美国之音的讨论当中也提到说 军改受到阻力 等于他军权还拿得不牢孔 而这里又说是牢牢掌控了军机盘 所以你就看到了各说各的 对吧 我说的道理是 他在军改过程中改变了整个军队的军官体系 高级军官到下面 原来那一套全被他废了 被他废掉之后 使得这些具体的高级军官失去了原来的群脉 原来的线脉 原来的系统都失去了 所以就像很多男人出国 到了美国到加拿 你看在北京在上海阿白似的 一出来 完了 土豪 洋插队 因为他啥都不会 对不对 把原来的军队体系改了 这些上将一下都成瞎将了 对不上茬儿 跟原来那套对不上茬儿 该送的钱送完了都白送了 废了 对吧 这个时候当都改完之后 你想管下边要钱 这事不好张口 这事不好办 因为马杆打狼啊 两头害怕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说他叫掌握军权 叫没叫掌握军权 在我的概念中 他是在过程中 我一直强调这是过程中 而不是一种终止 那文章他主要是摘录了 不同的这个中文媒体的一些 对北戴河会议的评论 那东方日报在评论当中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十八大将面临着结构性困局 这个词用的蛮到位的 一方面类似王岐山这样的人 年岁偏大了 所以如在过往的政治规矩之下 继续留任的话 可能会被各派所攻击 过往的政治规矩 没别人就是江泽民立的规矩 没有太长久 谁攻击他 江泽民原来的人 就这么点事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这是 这是我说的 他说结构性调整 我不认为十九大是结构性调整 现在就是现在 军队的体系 军官体系 已经在2016年 整盘的结构性调整 那今天将对中共党的体系中 进行结构性的否定 他只能这么做 他只能这么做 没有别的 所以提到的废调政治局常委 这就属于结构性的否定的一种做法 所以他也提到说 回顾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和中共的军委等机构的历史发展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的主要领导机构并非一成不变 所以这里留了听话听音了 这种文章就两头说了 明报为此发表了社论说 北京权威人士讲 将成交到北戴河会议讨论的六中决议 征求意见稿 内容是推进党的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那在北戴河上拍板 在六中全会上通过 那应该是习近平十九大政治报告的一个什么什么决定 他过去三十年 每逢中共做出重大决定 都会择机提前对外放风的 那六中全会的政治决定由习近平两度放风 那这里都提到是一个 一个是七一讲话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然后他也提到说 他在去北戴河之前 宁夏之行释放重大信号 其实重大信号就是指他是正统的 习近平是正统的 所以在这里他提到一个说法 力求突破 就是有可能对党的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 军委的中国军队撤销四总部 毁了七大军区 结构性调整 那政治局常委政治局 那如果把他们砍掉 完全规划于全国深化改革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你说叫不叫结构性调整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